停完车之后想要到这个停车计废器付费 我们来试试看使用信用卡 信用卡一刷 机器上面就显示不接受刷卡的字样 纽约市交通局对此表示 全市停车计废器的刷卡软件 被设置为2020年的1月1日失效 相关软件公司没有提前做好软件更新 造成疏失 软件不僅僅 所以我必须移动 我没有金钱 现在工人正在加紧维修并更新软件设置 不过确切的复原时间无法确定 现在停车计废器只能使用零钱 或是透过停车APP PARK NYC付费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唐成 纽约报导